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随着疫情大爆发 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 美国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意大利呢 纽约州长古莫形容纽约州的确诊病例增加的速度 有如子弹列车一样 而美国国会医疗团医生预估美国确诊人数上看高达1.5亿人 另外为了因应疫情的冲击 美国联准会既调降基准利率到几乎零利率之后 又祭出了史无前例的无上限QE 这对于最看重经济的川普来说 真的是救命稻草吗 还是制造了新的一轮金融风暴的隐性呢 而为了病毒的起源 引发外交社群大战的中美两国 现在试图要为双方的火器降温了 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新闻网专访的时候 说了外交官揣测病毒来源没有好处之后 隔天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也不再提Chinese virus了 还说传播病毒不是亚裔的错 中美两国真的能够握手言和共同来对抗新冠肺炎 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吗 今天的话题面对面 但愿我们也是会深度的探讨 也特别邀请到了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教授 来为我们做剖析 而首先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使 全球新冠肺炎的病例突破了40万人大关 疫情现在更是延烧到了美国 全美国已经有了16个州 要求民众禁足呆在家 等于是有超过1亿人生活受到了影响 度假圣地夏威夷更是下令 对所有入境人士 不论是游客或者是居民 一律强制隔离14天 而继美国华盛顿州和纽约州 加州现在也变入了 被列入了疫情的重灾区 目前全美国确诊病例突破6万例 在短时间之内成为疫情第三惨重的国家 美国总统川普紧急下令各州 设立了紧急医疗战 并且出动了国民兵前往协助 美国疫情止不住 继纽约州和华盛顿州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人口最多的加州也列为疫情重灾区 全美确诊病例突破5万例 在短时间内成为疫情第三惨重的国家 川普紧急下令各州设立紧急医疗战 并出动国民兵前往协助 预计将提供4000张病床 只不过疫情升温的太快 面对逐渐匮乏的人力物资 他们只能祈祷病毒能放慢传播速度 纽约市长白思豪就坦言 如果未来两周无法取得更多的呼吸器 原本可活命的人恐将提前面临死亡 纽约州州长也在记者会上提醒民众 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 不该心存侥幸 纽约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从三个星期前的一例演变成2万例 占全球总数的5% 其中纽约市就占了一半 为了缓解病例 病毒传播的速度 全美16个州先后发布 非必要不得外出的居家令 等于是1.4亿人口的生活 经济娱乐活动停摆 规模可说是十无前例 不过由于各州的居家令限制不一 效果恐怕有限 举例来说 纽约州下令非必要营业场所 一律停工 要求民众尽可能别出门 而康乃迪克州则建议民众单独外出 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不过伊利诺州却允许民众慢跑遛狗 加州居民也可外出买大麻 逛公园 甚至跑到海边细水 这些全都有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 病毒延烧的层级也越来越高 美国政坛也沦陷 由于副总统彭斯办公室人员都出现确诊病例 彭斯夫妇赶紧做检测 索性结果都是阴性 至于川普先前曾与爆出有染疫者的巴西防美团有所接触 川普与妻子梅兰尼亚也做了病毒测试 并未感染新冠肺炎 尽管如此白宫依旧不敢大意 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中确实有人染病 川普总统彭斯坦 已经被冠犯了疫情 就是央行将无限量购买债券 不过却引来学者担心疫情落幕后 恐将出现物价上涨 资金泡沫化等问题 留下的后遗症也成为润战焦点 川普保证经济不会长期停滞 也强调美国很快就会重新开门做生意 但有经济学家预测 今年美国经济产值 将因为这次疫情损失1.5兆美元 几乎肯定会陷入衰退 加上面对国内严重疫情 经常把矛头指向别人的川普 也引来防疫政策慢半派的骂声 随着疫情在美国急剧扩散 川普之前看淡传播力的态度 也让人放大简讯 记者徐均综合报道 中美两国未来新冠病毒来源 以及防疫资讯透明度等问题 吵得不可开交之际 没想到双方在防疫之外 还在互相较劲 美国第七舰队23号 就透过了官方脸书披露 在菲律宾海实弹操演 并且发射了一枚飞弹 引起了关注 虽然目前并没有冲突的危机 美方也强调 只是在强化印太地区的安全为稳定 但是在菲律宾海 射飞弹 同时又主动发布消息 在在都是挑动了中国大陆 最敏感的神经 美国和中国大陆为了新冠病毒来源 炒得不可开交 现在在防疫之外 双方又再起波澜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3号 罕见在官方脸书上 放了航母战斗群 在菲律宾海试射导弹的那一刻 虽然美军强调是在强化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但主动发布消息 外界也解读 美方向中国大陆挑衅的意味浓厚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第一时间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是美军第一次在菲律宾海域发射飞弹 是一起严肃的事件 甚至猜测 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内部发生大事 才让美军必须升级 压制中国大陆军队的动作 还说台湾应该要持续密切观察 注意国际政治局势变化 而就在美中军事较量之际 我国国防部26号也证实 第七舰队一艘伯克级驱逐舰 麦坎贝尔号 于台海进行航行任务 国防部也立即发布新闻稿表示 国军对于周遭状况都有掌握 期间并无异状 请国人放心 虽然中国大陆方面 目前并没有对美军动作 做出任何回应 但新冠肺炎期间 中美在南海亚太地区动作不断 双方角力的情况 短时间内恐怕只会越来越频繁 记者徐军综合报道 新冠肺炎冲击到全世界 原定七月份举行的2020东京奥运 确定将会延到明年夏天前举办 而这也是现在奥运 124年历史以来 第一次因为疫情延期 日本关系大学名誉教授公本盛浩 日前就提出的数据认为日本恐会将面临着4.5兆日元 折合新台币1.2兆元的惊人损失 疫情在全球蔓延 东南亚的情势也引发了专家的担忧 除了马来西亚宣布锁国 目前印尼亚加达和泰国也都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而新加坡自24号开始也禁止所有的外国短期旅客 入境或者是过境新加坡 印度更宣布从25号凌晨开始 全国13亿的民众禁足21天 总理莫迪在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 如果不遵守禁足令 印度恐怕会倒退21年 奥运圣火20号才刚从希腊雅典 运抵日本东京 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 奥运会就宣布确定延期 世界运营会的各位 是世界运营会的最高的情况 磨叻 而且观众们的观众 亦为安全和安心的大会 为了一年以上延期 为了执政与压期的聚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4號 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巴赫 舉行電話會談之後 對媒體表示考量到疫情嚴峻 2020東京奧運確定延期一年舉辦 不過為了賽事日本籌備多年 延期消息一出 也讓部分日本民眾大呼可惜 現在日本經濟都很心疼 選手都很可憐 可能今天為了 7月為了 一直在練習 那之後一年就訓練了 奧運延期似乎是大勢所趨 但事實上對各國運動員來說 都有一定影響 而且許多事項勢必須要重新安排 包括比賽場地 周邊商品 動線規劃 選手村大樓等 成本恐將無限提升 而這一切為日本所帶來的經濟衝擊 絕對不容小覷 東澳延期一年有經濟學家就表示日本經濟恐將大受影響 幾乎確定會頓入衰退 日本關係大學名譽教授公本聖浩日前就提出數據 認為日本停辦奧運恐將面臨高達4.5兆日元 折合新台幣1.2兆元的驚人損失 不過也有分析師認為延期所帶來的衝擊其實有限 日本賭上一切原本盼能找回經濟榮景 時隔56年完成二度改變日本的超級任務 不過就在疫情爆發之初 原本宣稱沒有B計劃的日本 如今隨著疫情升溫 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東澳確定延期 也讓日本面臨重重考驗 車水馬龍的印尼雅加達街頭 民眾身體戰斗倒地不起 遭身穿防護衣的醫療人員抬上單架 印尼首都雅加達遭新冠肺炎肆虐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備戰兩個星期 不過同樣情景也同時在印尼其他地區上演 時不時就能看到有人昏倒在一旁 無息困難 尽管疫情持續升溫 但印尼總統佐克威卻一再強調 不會在印尼全境實施封鎖令 只呼籲民眾盡量待在家裡 和他人保持距離 但確診數連日激增 真實情況令人擔憂 泰國情況同樣嚴峻 一場在曼谷舉行的泰拳賽成為最大群聚感染源 讓疫情在當地大爆發 總理帕拉玉24號宣布 到4月底之前實施緊急狀態 全面關閃避所有娛樂場所各級學校以及運動場館 曼谷市政府更加碼宣布 從22號到4月12號關閃全市百貨商場 餐廳也只能經營外送業務 而能正常營業的就只剩下傳統市場以及便利商店 最近泰國街頭冷冷清清 人潮已經大幅銳減 為防範疫情 新加坡也跟進鎖國措施 從23號晚間11點59分開始 禁止所有外國短期旅客入境或是過境新加坡 新冠肺炎來勢洶洶 在前景尚未明朗之前 亞洲各地嚴陣以待 只盼疫情能夠早日獲得控制 記者何英璇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的疫情肆虐全球 歐洲持續成為重災區 而其中西班牙確診的個案 已經突破了4萬人 成為全球第四嚴重的國家 首都馬德里緊急興建了方艙醫院 應對疫情的爆發 而除了西班牙 義大利和法國 疫情也不樂觀 確診病例都創下新高 義大利的死亡率更是居於全球之冠 另外德國也超過2萬人確診 當局達成了共識 實施公共空間最多兩人同行措施 嚴格限制人際的接觸 總理梅克爾也因為接觸過一名確診醫師 正在居家隔離中 至於英國71歲的查爾斯王子 確定感染了新冠肺炎 歐洲疫情可以說是全面失控 跟我們有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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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話才說到一半西班牙衛生部長 突然哽咽說不出話來 一旁同仁見狀趕緊接過麥克風 先看 昨天感謝 我再次感謝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爆發 歐洲疫情更是激進崩盤 西班牙過去一週突然惡化 確診個案飆升到三萬人 成為全球第四嚴重的國家 疫情嚴峻 醫療物資也很吃緊 口罩價格還一度被轟抬到 一片三百歐元 接近新台幣一萬塊 一想到口罩短缺 西班牙衛生部長忍不住情緒潰提 但資源嚴重不足 西班牙的醫療系統也瀕臨崩潰 工作量暴增 疫情將醫護人員逼向極限 醫師只能選擇性救治患者 將年長者的呼吸器 罰給年輕患者使用 病人被迫在走廊 甚至躺在地板上等候治療 場面出目金睛 但要如何挺住疫情 西班牙王室出面信心喊話 總理也立刻宣布 全國進入15天緊急狀態 首都馬德里也趕緊搭建 西班牙版的方艙醫院 收治輕症患者 然而疫情止不住的 還有義大利 今天我們決定 再進入另一步 政府決定是 整個國家的 在整個國家的 所有活動活動 都不太必須 由於義大利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不斷創新高 死亡率更來到0.9% 緩算下來平均每兩分鐘 就有一人死亡 位居全球之冠 逼得義大利總理 不得不全面鎖國 還下令所有商店 一律關閉 只有雜貨店 藥局 銀行 正常營運 為期兩個星期 面對疫情威脅各國 都不敢大意 紛紛採取強硬措施 下達禁足令 我們在戰鬥 在戰鬥上 在戰鬥上 明天晚上 在戰鬥上 至少15天 我們的移動 都會非常低 先前法國總統 馬克宏就警告民眾 要是違反規定在外逗留 一定開罰 最高可罰375歐元 約一萬兩千元台幣 英國首相強森 也不再佛系防疫 宣布各級學校20號起關閉 也暫停週末夜班列車服務 防堵群聚感染 情況同樣嚴峻的 還有德國 英國首相強森 英國首相強森 在家裡 接受病毒 測試疫苗病毒 65歲的德國總理梅克爾 宣布自主隔離 原來是替梅克爾 注射疫苗的醫師 確診新冠肺炎 但為了保險起見 梅克爾決定以身作則 進行居家隔離 在家辦公 不過梅克爾 在宣布自我隔離之前 才被拍到照常去超市 購買生活用品 從畫面上來看 梅克爾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其他的防護用具 似乎對疫情很放心 但除了領導德國度過難關 這回梅克爾 自己可能也要面臨病魔的考驗 也讓不少專家相當憂心 這病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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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魔 會有更多人 如果有這種人在這裏 都沒有信任 或是沒有信任 或是為了煩惱 我只能在我的意見 最好的意見 我只能在這裏 封面的事件 封面的事件 目前德國確診數突破 两万四千人 死亡人数也即将破百 德国政府收紧防疫限制 禁止两人以上的聚会 餐厅也只供应外带外送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看到镜头 景气原本就低迷的欧洲 如今又遭到重疾 但可确定的是 无论疫情还要持续多久 病毒当前各国都下定决心应对 欧洲更计划考虑发行共同债 来避免新一轮欧债危机 曾在二战受过重创的欧洲 在巨大的恐惧阴影之下 显然不想再让经济被孤独埋葬 记者徐军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一连多日 以中国病毒来称呼新冠肺炎 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有种族歧视之嫌 而他的一席话也让愁华的情绪 在当地升温 华裔亚裔人士在美国遭受到了歧视 霸凌事件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孩童也无端遭受到攻击 让美国华人圈人心惶惶 不少人选择买墙自保又被无患 而疫情延烧各地也掀起了恐慌抢梁潮 美国和澳洲就有卖场 推出了静老时段 让年长者或者是行动不变者 在特定的时段优先购买 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买得到足够的物资 在美华裔留学生无奈揭露遭歧视经历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开 华裔亚裔民众遭霸凌事件层出不穷 美国德州两名泰国裔民众 14号带着两名小孩到超市购物 没想到却突然遭到一名 墨西哥裔的19岁男子 持力气息息 四人包括两名孩童在内 所有人脸部通通都遭到力气化伤 几乎毁容 而没想到美国总统川普一席化 又加速筹划情绪在美发酵 一句中国病毒掀起中美外交大战 也让在美华人陷入困境 纽约一名华裔女子 18号就收到网购包裹 上面遭人冒名牵收 病署名王新冠肺炎 他虽然气愤但却求助无门 随着歧视范围越来越浓烈 也让美国华人圈人心惶惶 尤其是媒体告诉他们 一些亚洲人被攻击 被攻击 比较安全 三十湾区甚至还有华裔远景 鼓励当地华裔民众 囤支枪支弹药 就是怕排华情绪失控 中国病毒一说引来外界批评 有种族歧视之嫌 川普23号终于首度改口 还在记者会上重申推文内容 强调亚裔美国人社群 十分重要而且优秀 不论病毒是以何种形式 或管道传播 都不是他们的错 态度180度大转变 也让人物理看花 美国疫情大爆发 引起民众恐慌 抗疫氛围下市区街道一片冷清 唯独超市大卖场还能看见人潮 当地有部分卖场为了照顾年长者 也安排特定时段 让年长者进场购物 虽然消费者评价两级 但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买到必要物资 澳洲最大连锁超市 沃尔沃斯也同样宣布 让年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 优先进场购买 面对消费者的疯狂抢购 卖场祭出各种手段阴影 不敢松懈 但在英格兰 一名老人被捕捉到 站在空荡荡的货架前 无助又失落的背影 引发网友热议 疫情蔓延各地 但南韩首尔的宏大商圈 却人潮不减 南韩媒体现场直击 甚至发现 夜店内年轻人占了大多数 且几乎都没戴口罩 在里头近距离交谈 世卫专家日前才提出警告 尽管高龄者亦受到冲击 但面对新冠肺炎 年轻人也无法幸免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何英轩综合报道 除了新冠肺炎的疫情 最近性剥削聊天群组 也在南韩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群不小分子 在社群软体telegram上 胁迫女性拍摄不雅影片 并且还散布 在付费聊天室当中 加入观看的会员 超过二十六万人 而当中还有一名 自称博士的男子 除了威胁受害女性 拍摄了不雅影片 还在被害人的身上 刺了不雅的刺眼 情节重大 令人毛骨悚然 消息一出引发了全民的公愤 短短一周就超过五百万的南韩人 向总统府清瓦台请愿 要求公开嫌犯的身份 并且还要加以严惩 但是没有想到 在政府还没有做出回应之前 韩国的媒体就率先披露了 化名为博士的男子 他的长相跟个资 这名二十五岁的赵姓男子 不仅在大学时期 成绩非常的优异 甚至在几个月之前 都还热衷慈善的活动 没有想到涉嫌犯下这样 害人听闻的性剥削案 引起了热议 害人听闻的N号房事件 震惊难寒 一群人在社群软体上 开设八个付费聊天室 分别为一到八号房 在里头分享女性不雅影片 并按照影片严重程度收取不等的费用 国民日报记者就在报道中写道 她历经了采访过程当中 最黑暗最痛苦的一天 因为里头的不雅影像 多半都是未成年女学生 遭到性侵或是遭到胁迫拍摄的不雅影片 而这些受害女性都是不孝分子 冒充警察从推特或是社交软体上 拐骗威胁而来 进而成为被利用的赚钱工具 而更令外界震惊的是在同一个社群平台上 还有另一个绰号博士的男子开设博士房 犯案手法和恩号房辱出一彻 但影片内容情节更加重大 除了威胁拍摄还在受害女性身上 刺上不雅字眼令人毛骨悚然 而就在舆论发酵之际 网友也涌入青瓦台网站 请愿要求公开嫌犯个资 短短一周总请愿数就已经突破500万人 警方在20号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20多岁的男子 不过南韩媒体23号就率先公布了 遭逮捕男子的身份 正式化名为博士的25岁赵姓男子 不仅在大学时期是个资优生 而且还担任过校刊编辑 在校相当活跃 甚至直到三个月前 他都还热衷慈善活动 甚至接受过采访 分享做慈善的感想以及经历 双重生活曝光也引发网友热议 南韩演艺圈包括女团Girl's Day的会例 CN Blue的主唱阵容和 XO成员博贤等也在网路上出面发声 强力批判 希望司法可以严惩恶徒 不抵舆论压力 南韩警方24号破例批准公布嫌犯身份 而这一名赵姓男子25号也终于现身荧光幕前 在警方陪同之下向社会大众道歉 赵竹斌在警方护送之下带着护警现身 头上还贴着纱布情绪平稳 不过脸上毫无表情 而针对记者追问是否承认犯刑 对犯刑感到后悔 以及面对抗议民众在远处喊话 赵竹斌都毫无反应 甚至还在发言当中提及和案情 毫无相关联的JTBC电视台社长 前光州市长等人试图转移焦点引发关注 目前南韩警方持续针对所有付费会员展开调查 不过由于社交平台的服务器设于海外 韩警难以追踪 目前也确定将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手 希望早日能将不肖分子一网打尽 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记者综合报道 好的 今天的英文关键字单元带您看到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防止病毒的蔓延 许多的国家都采取了前所为有的措施 包括了限制民众出行 甚至还禁止社交活动 而新闻上经常可以看到Quarantine这个单字 Quarantine就是隔离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隔开或者是限制 可能与患者接触的人的行为 看看他们是否有被传染 由于新冠肺炎在潜伏期也具备有感染力 因为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 有较高阶率的感染病毒的人 没有出现症状 也需要在家隔离 或者是自我隔离 因此英文就叫做self quarantine 而随着疫情的蔓延 最近有一个单字因此就爆红 同时还登上了线上英文 里语词典的热搜第一名 这个单字叫做covidiot 把这个字拆开来看covidiot 就是covid-19 covid就是冠状病毒 19号也就是这次我们讲的新冠疫情 那一点大家都知道就是白痴 那什么叫做新冠白痴呢 目前有两个意思 主要的意思一个指说 你漠视病毒没有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 或者是你不理会政府的告诫 让疫情加速传播的人 另外一个则是狂屯生活必需品 而导致别人没有货可以买的人 都可以用这个字covidiot来形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关键字 接下来带你一起来关心大陆趋势消息 欢迎来到透视两岸Ion China的单元 中国大陆各级中小学 从二月份中开始就陆续开学了 不过为了因应政府的防疫 许多的学校都纷纷采取线上开学 老师透过了云端授课 学童不用出门就能够进行学习 就连升旗招会都能够举行 在疫情冲击之下 大陆不少产业也面临着停滞期 最大的受害者正是观光娱乐业 因称因为暂停营业票房的收入也跟着锐减 有地方政府为了振兴电影业就寄出了十条补贴的措施 而其中如果说拍摄关于抗疫精神的影片 最高就可以获得人民币三百万元的资助 小女孩对着电脑荧幕参加升旗招会 随着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大陆各级中小学从二月中开始陆续宣布开学 就怕疫情扩大远距上课成为首要应急对策 下面我们开始上视频的答疑课 请同学们把视频打开 没有了教室操场少了同学们的陪伴 老师如今也成为了电脑荧幕里头的主持人 但学生们没有因此怠惰 反而更加兢兢业业完成云端课程作业 为让成效达到最大化 相关人士还透露 下一步将会陆续改善线上课程 特别是针对无设施设备 参加云端教学的偏远地区贫困学生或是留守儿童 将重进各种方式确保学生不停学 特别是对留守儿童贫困学生等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学生 将学校的电脑教主公赋予的手机及时提供给他们 并免费提供流量确保学习的全覆盖 从疫情爆发至今 中国大陆受到的冲击难以估算 为振兴地方抚慰人心 政府就祭出了奖励政策 鼓励民众记录抗议过程 我叫王金兰 我是武汉公车集团的一名驾驶员 今天晚上是几个人呢 我们是六个人 行啊 我们可以出发了 武汉公车司机王金兰上个月六号被派驻当地 每天负责载运医疗小组往返院区 找出晚归的日常 他没有松懈 在和家人分开的日子里依旧坚守岗位 我十二十三天没有见到我儿子了 爸爸给你发了微信吗 别惹奶奶生气啊 自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大陆各地接连关闭大型娱乐场所 包含电影院 使得电影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随着疫情减缓政府就希望能趁势让产业能量回温 为切实疏解电影企业经营困难 保障电影市场正常运转 支持电影业健康发展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电影局 推出了四川省关于应对新型肺炎疫情 支持电影业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 如果创作者以全面小康脱贫攻坚 反应抗议精神等重点题材进行拍摄 除了有全方位的保障 每一部符合条件的电影 最高还能获得三百万人民币的奖金 在疫情冲击之下 有望替当地娱乐产业带来全新气象 记者黑云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话题面对面单元 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 全美国已经有16个州下达了禁足令 预计有超过1.4亿人受到了影响 美国经济也受到了冲击 连准会本周史无前例的抛出 无限期的还无期限的宽松政策 不断出手防止疫情酿成金融的危机 让疫情还是持续在延烧当中 川普政府也不断祭出了救世的手段 如果说美国挡不住疫情 这会阻碍到川普今年的连任之路吗 我们今天的话题面对面单元 就特别邀请到了总体经济学家 吴嘉隆老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一起来做深入的讨论 老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新冠肺炎 现在最新的发展 世界最强权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 确诊人数短短两周冲破了6万 一要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疫区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言人哈里斯他表示 数据显示过去一天 每一天几乎85%的确诊病例 都是集中在欧洲和美国 那么其中美国就占了四成之多 那么世卫组织预测说 美国就很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下一个爆发的中心 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影响 我们看到美国的封州 有几个州好像要封闭 那几个州像纽约加州 佛罗里达德州 伊利诺州 这些全部是人口大州 就是说人口比较多的州 它容易产生人与人的接触 各种活动 所以传染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么这些州恰好是美国选举的时候的大州 大州 因为人口大州嘛 它是选举人票最多的 叫做前十大州 包括新泽西州 都算 对 还有像这些州都是选举的大州 那因为人跟人的接触会造成感染 所以可以预计的到都会地带 还有人口大州的话 都是疫情的重灾区 所以我们估计美国这样的爆发的话 是合理 有道理 就是说因为它爆发的地点不是内陆的那些乡村州 农业州 因为内陆是地广人稀 所以我们估计美国在爬这个曲线的爬坡期 然后要到一个程度以后才会疫情才会过了高峰期 才会缓和下来 好 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新冠肺炎的致死率 至少是一般流行性感冒的十倍之多 那么我们现在专家来预测说美国医疗团队表示说全美国未来可能会有 7000万到1.5亿的人会感染到新冠肺炎 那么我们就发现到川普总统 他24号他接受新闻的访问 他就强调要让国家重回正轨 他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为了封锁而打造的 那么我想看到的是国家重新开放 那么我迫不及待希望能够在复活节前 也就是4月12号 Easter之前来复工 川普说这个复活节是一个复工的美好的时刻 Beautiful time 老师你怎么看 那么川普说他看到的是隧道尽头的曙光 那您觉得他对美国的这个肺炎疫情有没有太乐观 第一个 政治人物通常要鼓舞士气鼓舞人心 所以他会讲一些那个比较乐观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不要那么恐慌 这是可以了解 第二点说不定他掌握到一些情报 就是说那个对于疫苗跟解药的这个研发有重大进展 他估算一下也许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出来 所以他现在做的事情不是直接去对付病毒 而是去对付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 比如说要稳住这个大家的信心 不要那么恐慌 该跌1000点的你不要跌成2000点3000点 类似这种意思 好那么为了这个复工作准备 川普政府和参议现在是打成了共识 他要推出规模2兆美元大学新台币 将近61兆的台币纾困这个计划 那么内容就包括了像是有这个5000亿的补助 受创的行业 有3500亿的美元要用于小企业的一些贷款 还有2500亿美元用在扩大失业补助 那么您觉得这项失困方案 是不是真的能够缓解美国目前经济衰退这种忧虑这种疑虑吗 我做个比喻 就是假设有人出车祸 然后大量失血 送到医院的话 医院当然要输血紧急输血 但是输血不等于治疗 财政的刺激方案 它是属于振兴经济方案 就是说现在经济的确受到打击 因为不能正常的运输、消费、生产、就业 所以推出来的财政计划比较有针对性 是属于应急的、救急的 但是并不打击病毒 对不对 所以整个问题要解决 还是得让疫情真的消退 所以我们还是要寄望于疫苗跟解药 能够真的有所突破 然后经过临床检验 然后再来量产上市 所以需要时间 估计的话几个月少不了 你需要研发、需要临床检验 刚刚也没有后遗症 也没有对症下药 最后好的话还要能够量产成 普通人可以服用的药剂 这需要时间 所以政治人物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在这一段过渡期里面 稳住局面 稳住局面 老师您刚刚讲的这好像是输血 输血不是等于治疗 但是你不输血一定会死 不输血就挂掉 好我们再看到一个数据 高盛集团分析这整个疫情 对于全美国如果封城 已经是造成已经很严重的经济影响 美国第二季的GDP预估将会下滑 有多少24个百分点 打破了每个季度性下滑的记录 而目前整个美国的市场最重要 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讨论整个2020年衰退的深度 跟它的长度到底会多久 白话来就说美股到底还要再跌多少 还要再多久 那么疫情对市场的影响 要拖到什么时候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可以看到 川普给的时间表是8月 那正确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要看疫苗跟解药的研发进展 如果快一点的话 那么就可以缩短整个过渡期 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你的研发 那个临床试验跟量产上架 那么一旦有所突破以后 大家的恐慌心理就会慢慢的消退 这样子 那经济的话一定衰退了 这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大家了解嘛 就是很正常的消费生产都不能进行 那跌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现在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所有恐慌性的卖压提前宣泄 引诱很多不需要卖的 因为恐慌而卖的 你就卖出来吧 卖出来吧 然后被某些人在低档吃掉以后 等到疫情 等到情况缓和下来的时候 会出现强力缓弹 这些人就会把行情再拉回去 所以现在在引诱很多不需要卖的 恐慌的心理的抛售 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 我们看到一个指标的 美国的企业 苹果Apple它的股价 在23号那一天跌了2点多 当天收盘价 让苹果的整个市值 跌到了多少 9817亿的美元 那么这是去年10月8号以来 首次跌破了1兆美元的 这个市值 那么苹果的股价从疫情爆发 现在已经重跌了三成以上了 那么从苹果的股价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疫情 对市场的影响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消息传出了 苹果内部的文件说 他苹果预计在4月半 4月上半许 4月上半中 他要开始除了大中华区以外 他的部分直营店 他要分阶段的恢复营业 那么企业都是最敏感的 老师你知道 那个苹果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看到疫情 将要趋缓的迹象吗 有可能 就是说有可能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 也许我们猜测 就是美国这边对于疫苗 跟解药的研发进展 说不定有突破 所以他们开始部署4月 然后第二个情况是说 4月中旬开始天气转热 然后大联盟 理论上大联盟是4月初就开打了 当然现在可能没办法 但是通常气候转热的话 是可能会有帮助 因为病毒可能怕热 但是重点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 可能他们不得不控制一下 停工的期间 停止开店的期间 然后4月中旬局部恢复 但是这个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心里喊话 到时候还得看他们所根据的情报 或证据是不是能够明朗 如果疫情更恶化的话 可能也要改还要改 还要再改 好老师我们看到本周的联准会 史无前例的祭出无限量的QE 就是这个宽松政策 货币宽松政策它无上限 要展现整个救世的决心 但是有专家指出这个杀手键 可能是短多长空 甚至可能连短多都谈不上 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遇症 老师您看法是如何 他们有没有可能会有后遇症 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 哇 08年那个金融风暴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们来看这个 先看一下3月15号礼拜天 联准会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 宣布那个紧急降息4码 直接降到零利率 还说要推出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结果礼拜一的话股市跌 为什么 因为股市说联准会怎么这么恐慌 把子弹都打光了 联准会比我还要怕是不是 那以后怎么办 对 现在联准会告诉你 谁说我的子弹打光了 还有 联准会这一次推出来的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 他现在以前买什么 买美国公债 然后买什么 买有抵押支撑的债券 现在买什么 买投资级的企业债 以前没有 买商业本票 以前没有 现在买money market放了 就是货币市场基金 以前没有 联准会在告诉市场 你们低估了我 我还有新销 谁说我没有 我政策工具可以创新 我还有子弹打别担心 联准会在告诉市场这件事情 那QE出来之后 无限期的QE 他的后遗症是这样 以后大家就知道了 原来 就是有赚是我的私有化 有亏损社会化 联准会美国财政部会出来救 所以疫情过后将来的话 这些金融机构 还有美国的那企业的话 可能就会更大胆 就会更冒险 然后到时候会出更多的揉子 联准会以后会批于奔命 是 联准会以后会批于奔命 这叫道德风险 就是说他这一次去救 结果大家以后都知道 不用怕 不用怕 好问题是老师 我们看到之前 这个川普总统 对联准会的这个 他的这个FED的这个主席 鲍尔是很多的不满 但是他就对曾经过 对鲍尔不断的一直来开炮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联准会的动作不断 是不是因为川普为了选情 给他有一点压力呢 关于川普对联准会的这个 这个施压是这样 第二联准会不管是 共和党总统提名 还是民主党总统提名 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维持独立性 所以你看联准会的政策目标 像是维持物件稳定 就业最大化 这是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可是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叫做维持金融稳定 一旦有金融系统风险的话 他不管了 他对付系统风险 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就是联准会独立性 所以川普施加压力 要联准会降息 联准会一定不会降息 可是鲍尔要对川普表态效忠 所以利用武汉疫情全部讲完了 人家现在不会怪鲍尔的降息 是向川普的压力屈护 因为武汉疫情嘛 他用武汉疫情演示他的落后追赶 就是补降息 我们讲补降息 所以川普就满意了 可是人们现在不会怪鲍尔 像川普压力屈护 因为如果你像政治压力屈护的话完蛋 以后纽约州参议员来跟你施压你怎么办 加州参议员来跟你施压怎么办 所以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会整个崩溃 所以他必须维持独立性 可是他这次利用武汉疫情 满足了川普的要求 借东风 然后人家不会怪联准会失去独立性 但是问题是他这样子他打出了这种无限期的 无限期无限量的QE 无限的宽松货币宽松政策 会不会有什么隐忧啊 这真的能够救市吗 还是他问题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后遗症 救市的部分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油价大跌3月9号礼拜一 油价大跌以后造成股市跌 资产急剧跌价的结果 他的流动性会干掉 所以联准会出来救的话是撑住债市 因为业员油业者的高收益债 如果违约爆掉的话 会连累到投资级的企业债 那整个债市的规模比股市大 债市会出问题 所以量化宽松以后很多企业去借钱 花公司债借钱 借了钱干什么呢 一半去做研发设备投资 一半去买库长股 买库长股以后股价一路走高 所以美国股市的背后是量化宽松 所以现在怕金融地垒爆掉 所以领准会要出来称是这个 他维持金融稳定 他避免债市爆掉 避免股市爆掉 是这样他不得不然一定要出来 所以输血不等于治疗 但是不输血就挂掉了 是啊是啊 好那老师我们看到这个 因为这个感觉上新冠肺炎的疫情 美国其实已经招架不住了 那么白宫对防疫过去的轻忽 再加上他政策慢半拍 也使得整个疫情扩散迅速 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了 那么所以川普总统应该已经要感受到了压力 所以他现在改口了 他之前一连多天都称呼新冠肺炎 叫做Chinese virus 他故意还改 还被记者发现 本来讲稿上是写Coronavirus新冠病毒 结果他还把它改成写成Chinese virus 结果没想到这个川普从23号 在白宫记者会上 他就不在意Chinese virus 来称呼这个新冠病毒 而且他还被问到说 你为什么没有在使用这个字眼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国家 似乎有针对这个亚裔美国人 有极不友善的言语 我是完全不乐见于此的 还说这个美国人要跟亚裔人民一起来战胜病毒 这是川普在针对他引发的争议上 他所做出的调整 他的修正吗 你的问题非常妙 答案是这样 川普先讲了中国病毒 所以那些讨厌中共的 支持川普的选民就OK了 基本教育派满足了 然后川普改口的时候 他的基本教育派会知道 他为了选票 为了什么选票 亚裔的选票 所以他两面要讨好 大家都对他有良解 基本教育派先顾大 然后在中间有利票再争取 这是典型的选举时候 OK好 那么川普现在面对的局势 包括了世界疫情面的恐慌 全球经济面的这个下跌影 那么事实上一切都回归到美国国内 因为西越的美国的大选 让川普的言行 所说所作都要为他的连任之路 来做出政治考量 老师你觉得这段期间 川普他的作为 对他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 好你这个问题就是回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武汉疫情的扩散 到底对川普的连任有什么影响 那我现在把我的结论先讲 从贸易战到武汉疫情爆发 使得川普的连任提前确定 美国2020大选已经结束了 怎么说 因为第一个 我们以前讲美国大选 决定于取决于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不是看意识形态 还是看经济利益 所以才会有克林顿那句名言 叫做笨蛋问题在经济 那是平常时候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为什么 因为这是病毒在制造困扰 问题不在执政当局的施政绩效 施政能力 这是病毒 这是非经济因素 责任不在川普 但是川普的责任在哪里 在于危机处理能力 所以美国人会看你的 所以病毒的来源不是川普的责任 但是川普好好应对 这是他的责任 所以他一开始像你说的 他疏忽 有点慢半拍 现在开始权力以赴 选民可以 而且现在还三月 所以他还有足够时间去缓救 他的形象的下跌 到最后他选民会了解 第一个这个病毒来自中国武汉 第二个川普已经有权力在应对 各种紧急措施都推出来 所以川普的责任在于 定位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 这是选举上的需要 然后拜登是跟中共有关系的人 有连结的人 比较友好 对 所以美国选民这个时候 不可能选出一个亲中共的领导人 所以只要川普一直把病毒 跟中国做连结的话 他也是政治化这场疫情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发现 这场战役变成中美之间 也曾经变成一个口水战 但是就在 这个川普讲出了 这个所谓的中国病毒 这样的话之后 他有一天 就是我们看到大陆驻美大使 崔天凯的专访 他在美国接受访问 他在节目当中说 由外交官来揣测 新冠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 那么这个说法被解读 说是这个不同于先前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他有关新冠病毒 起源是来自美军的说法 那么崔天凯他的这个说法 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还有大陆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 是竹子刊登 变成是一种 他说他代表的不是个人 他代表的是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领导人 他讲这样的话 这个采访全文全部都被刊登 那么隔一天 川普马上就不要再说中国病毒了 还说不定病毒的传播 不是牙役的错 老师你看 怎么看待这个中美两国之间 在疫情外的这个口水战 现在好像似乎双方有意降温先前的冲突了 这个交锋的本质是在于界定病毒来源 也就是说互相甩锅 我们就是撇清责任 所以习近平要撇清责任 因为什么这个事情什么呢 因为疫情过后美国一定会找中共算账 要负责任 要中共负责任 包括索赔 那如果查出来 如果有更多的证据 为什么要索赔 因为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 是因为病毒来源 而病毒最后如果能够界定 除了来自武汉的话 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打官司了 要控告这个 所以就是说 当然这后续的事情只是花边新闻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说 现在在进行的是甩锅大战 大家互撇清责任 对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互相撇清责任之外 我们也看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源头战 又延伸到了媒体大战 美国国务院呢 先前有将五家中国的官方媒体呢 列为是外国使团 Foreign Missions 他觉得你们根本就是 不是来这边做媒体的 你们根本是有特殊的任务了 那么同时呢 现在美国方面呢 在中国大陆方面呢 就要求包括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这三家媒体 在十天之内要交还他们的记者证 而且请你们走 包括港澳地区 你们不能够再从事记者工作了 那么现在有在美国的 这三家最大的媒体 等于是最有地位的媒体 他们呼吁北京当局撤销驱逐令 老师你怎么看这场 中美之间的媒体战 三家媒体 都是比较倾向中共的 就是他们跟中共的关系算是好的 他们在黑川普 他们在攻击川普 是这样子 对所以理论上 他们跟中共应该算是友军 在面对川普的时候 然后现在中共把这些赶出去 所以川普很高兴 川普发现怎么纽约时报 怎么还在黑他嘛 因为川普这三家媒体 是川普最常骂的 对啊对啊 除了这场口水战之外 我们看到美国的第七舰队 24号有透过官方脸书 发布的消息 指出有一支 由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蓝领号两栖当陆指挥舰 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组成了远征舰队 进行了穿越菲律宾海的行动 那么先前呢 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 也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的海军 以罗斯福航空母舰为主的 第九航母 打击大队在南海海域航行 并且和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要展开联合训练 在这个时候 美军在南海大消耗的军事肌肉 您觉得美国 这是要传达什么讯息 两个 第一个呢 如果是真的开战 假设真的开战 那么对川普的选情 是有利还不利 你先看看 老师说呢 你想想看 二战期间的话 罗斯福是连任的 美国人没有在战争的时候 换总统的例子 如果真的打的话 第二点 第二点 他不是打的话 他在警告中共 目标的是台湾 不要在台湾动手 要动手在南海动手 所以他要把中共的军力 引到南海去 要打在南海打 就是说 台湾是客厅 不要在客厅打架 要打他出去外面 就是说 如果老共 中共要转移压力 要对外找一些出气筒的话 那台湾是手上其冲 所以美国在那边警告 就是说 他敢动真格的 他发射飞弹 不是死弹 而是死弹四射 他不是在那边耍花枪 是这样子 所以他在对中共警告说 你如果要完整的话 老子奉陪 这样子 是这样子 他是阻止中共对在台湾这边 不是战斗机飞跃 海峡中线 绕台湾干什么 对啦 美国在给他警告这一点 所以整场都是一场战役 所以我们要持续来 未来再持续来观察 好的 谢谢今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会眼看天下 我们带您深入了讨论 新冠对应疫情的最新发展 为了更多的国际消息 请您持续锁定 会眼看天下 我是王宝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